其實在這一次習近平的這個 所謂的2022開始的這個 發布動員的部分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內部的陸媒 就開始做了許多的一些報導 其中大家很關注的一件事情就是 1020 也就是所謂的隱形轟炸機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的軍機 大概都朝上第五代的這些發展 但滿有趣的是 沒想到俄羅斯竟然取消他們說 他是不是一個山寨 也就是擷取各方的這些內容 好像不是那麼樣的靠譜 當然這個中共也這個民眾很多 當然也是這個覺得馬上反諷 說你們這個蘇凱57 一樣這個也沒有想像中這麼樣的厲害 所以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內幕有什麼樣的一些內容 是不是可以請您分析一下 好 這個解放軍的殲20 作為等於說中國大外宣中邊的 空軍的王牌 號稱第五代的隱形逆中戰機 實際的性能如何 我們基本上從幾個角度來解析一下 那殲20到現在到底有沒有量產 其實還是個謎 已經好多年前 每一年中共的媒體都宣稱說 殲20已經量產 但是實際上數量到現在 到底有幾架 中共的官媒號稱說 已經有多達150架 不過這樣的一個數據 我們從來沒看過有這麼多的數量 因為到目前為止公開的畫面來說 以這個去年中共七一黨慶 曾經對外展示 就是一次15架殲20同框 那時候外界也問過這個殲20的總工程師說 到底殲20量產了數量有多少 他說雖然天上只有看到15架 但是地上一大堆 當然這樣的說法 其實外界還是質疑為什麼 地上一大堆為什麼不飛到天上去 讓大家都瞧一瞧 所以現在是不是真的有150架的數量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們比較相信日本的 這一個相關的情報訊息 日本的這一個國防白皮書 它的這一個對解放軍機的數量 它可以公布到各位數 這是非常精準 因為你看到五角大廈中共軍力報告 可能都還是百位數 十位數 以這個日本防衛白皮書來說 他在2020年版公布的殲20的數量 只有22架 過了1年 到2021年去年的版本最新 我們看到它的數字只有24架 也就是1年只有增加2架 為什麼數量還是這麼少 不是宣稱已經量產 他們號稱說這個解放軍 目前內部有4條生產線 每條生產線每個月可以生產1架 也就是說1年可以生產至少48架 而且是從前2年已經開始量產 換句話說如果真的已經量產 這個數量應該至少當然有100架以上 但目前來說 看起來並沒有這樣的一個這麼多的殲20 真正對外曝光 雖然他也分別部署在這個先前已經曝光的這個 的確有東部戰區第9航空旅 先前部署在安徽五湖 後來也曾經看過說 是不是前進部署到這個浙江渠州 另外北部戰區也有南部戰區 今年也最新傳輸第5航空旅 也部署了殲20 同時還有2個試驗基地 一個是河北的這個昌州 還有甘肅的九泉 它是一個飛車中心 那也看過各位數的殲20 也就是說殲20到底數量多少 現在還是個謎 如果沒有量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就是它的等於說整架戰機 在性能跟技術上面恐怕還不夠成熟 哪些地方其實還不夠成熟 其實最關鍵的就是發動機的部分 這也是俄羅斯為什麼會有專家或媒體 不斷的這個嘲諷 就是解放軍的殲20 其實是不堪一擊 或者說性能上根本沒有辦法 直達第5代戰機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發動機的部分我們簡單講一下 因為為什麼講山寨 其實這個解放軍的發展10年前開始 它在不管是這個飛機的外型 在設計上或許可以有一定的逆中的效果 但它非常特殊 我先談逆中 逆中的部分 你看它在第5代戰機裡面 唯獨它有兩片前置的三角壓抑 這兩片三角壓抑 基本上在逆中性能上面來講 就已經造成非常大的破壞效果 雖然它對外宣稱說 它的雷達截面積RCS值有到0.005這麼小 F35是0.001 它基本上它或許某個程度 可以正面逆中 但是它最大的缺點在哪裡 暴露在它的這個壓抑破壞的設計之外 另外它在側面或者是從其他的角度 雷達造射的情況之下 它一個很大的關鍵問題就是 它的機尾發動機的這一個熱能 紅外線特徵沒辦法隱藏 也就是說今天它如果開了後燃器 加大它的推力的情況之下 它的逆中馬上就破功 所以它的發動機一直是它要這個 不管是推力的提升或者是這個逆中 性能上面要改進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殲20當初研發 它是先採用這個俄羅斯AL31 這樣的一個發動機 這樣的發動機基本上 過去沿用在這個蘇凱27 它的推力其實不大 大概12.7噸 接下來它因為推力不足 所以某個程度 它也沒辦法進行超音速飛行 就是超音速飛行的時候 它的逆中性能就會這個遭到破壞 所以它進一步不斷地在進行 它國產的研製所謂太航發動機 就是WR30 W10 WS10本來第一代 其實推力也沒有增加多少 一直到第二代 現在號稱應該有到達14或15噸 這樣的推力 更重要是說它去年2021年 它對外曝光就是W10B 這樣的一個新的發動機 它這個發現 外界發現說它的這個機尾的部分 呈現鋸齒狀 鋸齒狀的開合等於說 意思說它已經變成 擁有這一個向量推力的能力 也就是這個TVC向量發動機的一個裝備 已經 好 似乎已經成熟 它的一個推力 外界曾經宣稱說 可能可以提升到17噸 但是如果這樣的一個說法成立的話 基本上它就沒有必要 一直希望向俄羅斯巡購 推力更好的這個叫這個AL41F 這一型發動機 先前其實裝備在速凱35戰機上面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因為發動機的技術 一直沒辦法克服 所以它藉由跟俄羅斯採購 24架蘇凱35 然後企圖想要拿到之後 同樣的再去逆向工程 再去把它解構 然後進一步去發展 它自己的這個太陽發動機 不過很可惜的是當初傳出來說 俄羅斯早就知道它有這個計謀 因為太多過去出售給它的技術 都被它拿來仿造 拿來國造 所以這一次這個俄羅斯出售給它的 這一個速凱35發動機 聽說很多關鍵技術都被鎖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變成解放軍又回過頭來 必須自己去開發 他們現在號稱可能下一代 能夠這個推力到達17噸 甚至有19噸 這樣的一個能力的窩散15 窩散15每一年都有媒體說 今年已經成熟 即將要裝備在殲20上面 未來會有殲20B或殲20C這樣的構型 它的推力如果能夠到達 這一個程度的話 當然它就可以跟美軍的F35 或F12的這個動力來講 可以相作比寧 但是很可惜的是 窩散15過去在地面測試 其實不斷地有這個傳出 有爆炸類似的狀況 一直沒有辦法通過這個性能測試 所以現在又有最新的消息說 本來說2年內可以搞定 現在又把時間往後延 又說可能需要5年的時間 所以在乌乌35還沒有真正能夠 而裝備在殲20上面來講 它的一個動力來說 就基本上不管在速度或推力 或者武器掛載各方面來說 絕對都還是不如F35跟F22 那更不要講說這個 雖然它中共也嘲笑俄羅斯的蘇57 不怎麼樣 但實際上這個蘇凱57 它裝備的就是AL41F1型 那雖然它的推力可能 目前來講可能只有15噸 但未來它第二代的發動機 也要提升到18噸 再怎麼來說 都比解放軍自己研發的窩膳石 這樣的發動機還要來得強 所以發動機的部分 基本上來說 解放軍是沒有資格嘲笑俄羅斯 特別是他還是一直想盡辦法 要從俄羅斯採購 推力更好的發動機 但是基本上俄羅斯也知道中國的軌跡 所以完全這個全面的 這個禁止類似的技術外洩 發動機的部分 當然影響到一架戰機各方面的性能 你看到蘇57 它裝配這個有這個 向量發動機的情況之下 它還可以做這種落葉飄 這樣的一個動作 基本上殲20是沒辦法做類似的動作 所以動力來說 殲20其實就弱了人家一大截 量產的數量標 我剛剛講說可能日本的情質最正確 目前來講24架 你看到F35我從開發到現在 到2021年底結束的時候 它已經量產多少架 750架 今天能夠量產這個高達數百架戰機 這樣的這個情況之下 也代表說這一型戰機 它的技術跟性能 絕對才是成熟的 所以這個殲20 未來還有非常多的門檻必須要跨過 特別是它發動機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壽命的問題 壽命就是說它的這一個 發動機的這個葉片 它的一個質量可能不足以 可以承受更高的轉速 還有更高的高溫 特別是說有時候這一個發動機 它高溫會高達2000度以上 如果它沒有這個能耐 能夠打造發動機的情況之下 未來殲20要性能提升 其實都還有非常大的一個距離 當然它發動機的壽命 如果以F22它的一個發動機來講 F119的發動機 它的壽命可以到8000小時 像這一個中共自己做的 這一個涡汗10 它的發動機基本上壽命 只有1500小時 如果未來它要進一步 就算涡汗15成功研發 能夠裝備在這個殲20上面 還有一個重大的缺點 就是它的油耗非常的大 它會比現有的發動機 增加25%的油耗 也就是說原本它預期的 作戰的巡航的這個距離 可以到1600公里 但是換了涡汗15之後 一下子縮回去只剩1000公里 這樣的一個作戰的距離 等於說其實跟現在的殲10C 也沒有差太多 再加上它強調逆衝的功能 我們看到它的一個逆衝戰機的火力 全部是隱藏在它這個基附 這些彈艙裡頭 不要說火力 其實火力上面來講 也是遠不如這個美軍的F35或F20 因為特別是F22 它可以掛6枚的AIM-120 中程空對空飛彈 2枚AIM-9X短程空對空飛彈 但是我們看到先前殲20 對外曝光的時候 彈艙一打開只能掛載 4枚的P-15中程飛彈 另外還有2枚的P-10短程飛彈 更重要的是它沒有設置機砲 也就是說今天就算是 你是逆中戰機的情況之下 遭遇到就算是4代戰機 你的纏鬥能力不足 動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連機砲都沒有設置 非常有可能反而會被4代戰機給擊落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就是說 它的航電系統 這也就是外界最質疑它山寨F35的地方 因為航電系統外界 其實過去拍到J-20的照片 可以看到它機身外面 座艙下面其實也有一套 看起來像是美軍F35的EODAS 這套系統 機頭下方也有EOTS 這兩套系統是做什麼 它主要是透過紅外線的感測 等於說可以做到戰機 周邊所有的環境跟敵情威脅 更重要的是它能夠這個 等於說因為逆中戰機最主要 它是逃避雷達波的偵測 現在新的技術用這個IRST 就紅外線感測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譬如說金惠史最大的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機尾的部分 發動機沒有辦法掩蓋 它的一個紅外線特徵的情況之下 這個透過IRST的紅外線 就可以感測出 政策出 這樣的一個戰機存在 特別還有飛機在這個空中飛行的時候 蒙皮跟空氣的摩擦也會產生高溫 這些都會可以透過這一套系統去感測 所以現在這一套系統外界 其實美國的這個華盛頓時報 早就有這一個質疑說 完全是刪在美軍的這個F35 如果要以跟這個蘇凱57來比 蘇凱57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是說 目前因為俄羅斯的國防預算 基本上錢不夠 所以先前本來這個先打造了兩架原型機 然後後來俄羅斯本來 它的長期規劃要買150架 但後來又縮邊只剩55架 目前來講只交了12架 所以以12架的一個規模 跟這一個殲20 24架來講 其實坦白講這台語叫做 孤秋筆沒買啦 所以雙方其實雖然都在指稱對方的弱點 然後在強調說 自己才是真正的第五代戰機 但實際上其實都還在伯仲之間 特別是這個蘇凱57 其實人家它的在敘利亞 也經過實戰的測試 比殲20有更多的一個實戰經驗 當然它在航電跟雷達上面 解放軍號稱說還不如殲20 但實際上像這種航電系統 沒有真的上戰場 經過測試的情況之下 真正的性能 包含像殲20也號稱它加裝了ISAR 這種主動向會鎮定的雷達 真正能夠發揮的效應有多少 其實外界也都還是質疑 對方來自身邊的雷達